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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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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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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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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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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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 佛陀佛 佛陀佛陀佛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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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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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Lamo Amit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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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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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念我 像我這種會讀書的 上大學的 我有文化的 我怎麼可以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呢? 程訊師本身是知識分子 他就這麼認為的 所以他認為說 他應該學一些高級的法門 其實法門並沒有分什麼高級 不高級的了 只有分自己能不能得到利益 只是有些人認為說 越看不懂的佛法 就是越高級 像有些禪宗的語錄 玄玄妙妙的 哇 看似懂非懂的 哇 這個一定很高級 那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整天念的 有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程訊師其實一直都在看其他法門的書 學其他法門 但時間一久 他發現 其他法門講的道理 也只是道理 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 他講空性 講明心見性 講大廁大悟 對於現代的人來說 怎麼可能做得到呢? 現代的人 當然生活壓力 就把他搞垮了 現在就算是出家人 也沒有辦法的 你修到最後 你還是成不了佛啊 所以程訊師說 雖然他一直在學他認為高級的佛法 但是也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那現在 看到自己的親人 老媽媽 就這樣一個普通人 就只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沒有出家修行 對佛法也不是很懂 他每天就是在家做家務念佛而已 結果最後 身體完全沒有病苦 還能預知實至 知道阿彌陀佛來接應 自在的念佛往生 就這一個實例 把程訊師給敲行了 他就想 如果今天還在其他的法門 他能夠做得到嘛 那不可能 唯有阿彌陀佛的救度法門 才有辦法 所以程訊師才從其他的法門轉動念佛 道綽大師說了 其他的法門 但能服業 受盡多退 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其他法門 就算我們修到很有功夫也好 你很有定力 你感覺不錯 但是那些只是暫時的 我們那種功夫是保持不住的 你健康的時候有功夫 那你生病的時候搞不好 你就垮掉了 尤其臨終的時候 各位比生病更慘 基本上那個時候 所有修行人都是一敗土地的 不要講那下一世 連我們這一世 我們就是這樣 你看 講其他法門講修行吧 你共修的時候 可能你打坐 感覺自己好像一尊佛 哇 好像真的不錯了 但是共修一結束 當你回到自己生活的時候 又有多少人能夠保持得住呢? 你老闆一給壓力 你先生太太的問題 孩子不聽話 經濟不好種種的 你一下子就垮了 平常的生活都這樣 那怎麼可能保持一輩子 甚至是生生世世呢? 所以 倒不如說念佛好 因為大師說 念佛法門是 除罪多劫 就說 我們每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都可以除去多劫以來的罪業 其他法門是要講自己的功夫的 但是念佛 是講阿彌陀佛給我們滅罪 不是靠自己功夫的 我們每天念佛 阿彌陀佛每天就給我們滅罪 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你就消掉八十一節的罪 再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又再消掉八十一節的罪 你每天這樣子念佛 阿彌陀佛保證我們永遠都是前進不會退轉 無量壽經說的 急得往生 住不退轉 肯定100%能夠得到解脫 能夠得度 為什麼說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 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因為大師說 念佛是因為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加持的 其他法門只有靠自己 靠自己 如果有一天 自己靠不住 你就倒台了 但是現在 如果說你是念佛 靠阿彌陀佛 就算自己沒有能力 也無所謂 我講一個比喻 就好像我們現在講的爬山一樣 爬山 如果說現在是靠我們自己來爬山 那如果你爬到一半 突然沒有力氣 你肯定就掉下來了 是不是? 但如果說 你現在不是靠自己爬山 反而你坐的是電纜車 是電車把我們載上去 那就算我們到一半 我們在電車裡面睡覺了 那車還是順利把我們載上去的啊 是吧? 所以這就是想到 靠佛力的比喻 所以道綽大師說 這樣其他法門 不如念佛法門 就是這樣 因為念佛就是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可以靠 保證可以成就的 所以明白的人 肯定他是會選擇念佛 因為有阿彌陀佛的照顧 加持護念 難道說我們還不要嗎?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你每天的事情都需要別人幫忙了 但是現在在學佛的路上 我們講消遇業障 征服報 化解願心在主 解脫往生極樂世界 成佛道 全部通通阿彌陀佛給我們包辦 那難道你還不要嗎? 我們現在只要每天念佛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度就好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有佛可以靠就要靠 不靠的人肯定是不明白 不清楚 或者是糊裡糊塗 因為明明有車可以坐 大家偏偏選擇走路 那就是糊裡糊塗的人才做的事情啊 道綽大師就引用佛經跟我們說 念佛種種的好處 我們來讀一遍 就是說 佛說的 如果現在有人一個月之內每天供養一切的眾生 不管老人 大人 小孩 甚至不管是動物 餓鬼 地獄 全部都不失地供養 單單人類就有80億人啊 現在80億的人全部得到我們的供養 那各位 這樣子的供得到不大? 非常大的啊 你不要講80億這麼多啊 你能夠給800個 8000個 節約就已經很大了 但是佛說 如果能夠念一遍南無阿彌陀佛一生 這個念佛一生的功德 還比供養一切眾生的功德還要大 而且超過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些人說 師父有這麼誇張嗎? 是啊 就是這麼誇張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才所講的 念佛法門是靠佛力加持救度的法門 各位 我想問你們 今天打工賺錢比較快 還是王帝直接送你金銀珠寶比較快? 哪個快? 當然是王帝送的快啊 你打工再辛苦啊 還不是直接得到王帝的獎賞來得輕鬆跟殊勝 所以輕鬆的念佛 反而比苦行苦修的功德還要大這麼多 就是這樣 畢竟有念佛 就能得到佛中之王阿彌陀佛無量共受的功德加持 所以不管其他法門怎麼樣的好 他就是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沒有說其他法門不好啊 其他法門都很好 但是就是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好嘛 甚至你看 主師引用佛經講的 是閃心念佛 如果說 你不能專心念佛的也好 你只能閃心的念佛 但是所得到的利益 還是算都算不完 所以靠佛力的念佛法門 就是跟其他靠自己修行的法門是不一樣的 所以平常的生活當中 我們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念佛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 每天就是念佛 至於其他的 我們有多餘的因緣能力才去做 甚至最好的 我們做的事情 全部跟念佛有關 像有些人有能力 想要護持 他就可以參加跟阿彌陀佛有種種關係的活動 像確認念佛啦 參與念佛的共修啦 護持念佛的道場 種種的 甚至更好 更有心的 出家弘揚了念佛就是 你看 我們這些法師 全部都是為了弘揚念佛才出家的嘛 就是我們做的一切 就是跟念南無阿彌陀佛有關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上阿彌陀佛的班 世間人講上班 但是我們的班是阿彌陀佛的班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爸爸 也是我們的老闆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為了推廣爸爸阿彌陀佛的念佛法門 這是我們自家的家業啊 那這樣我們的人生 我們學佛的路上 肯定就是幸福 安心 安樂 保證成就的 那肯定啊 我們念佛像阿彌陀佛的班 阿彌陀佛難道還不會照顧我們嗎? 各位會不會照顧? 世間人講上班 老闆都給你薪水了 難道我們要擔心我們大使父 大老闆的阿彌陀佛 也給我們跳票嗎?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嘛 Namo Amito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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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阿彌陀佛